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医生 咱们又见面了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高血脂在大家体检当中是越来越常见的问题 而对于情况严重的就需要服用一些酱脂药 众所周知 塔丁作为酱脂药的第一线用药 应用时越来越广泛 但是却是有些人存在滥用的现象 有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清楚 到底要不要吃,怎么去吃 目前指南推荐以下的三大类人群 要服用塔丁的药物 第一种就是没有其他疾病基础的 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血脂异常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大于等于4.9毫毛每身 或者是总胆固醇 大于等于7.2毫毛每身的人群 第二类人群就是 已经明确有动脉周二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包括像急性灌脉综合针 心肌梗死 稳定或者不稳定的心脚痛 包括冠状动脉 或者其他血管重建术 缺血性足中 短暂性的脑缺血 还有像发作性的下肢动脉壁塞 以及一些严重的颈动脉狭窄 等等这些人群 而第三类人群呢 虽然说啊没有上述的两种情况 但是属于发生这类疾病的高危人群 他们包括呢 像4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 还有呢患有高血压 并且合并有两项危险因素的 我们这来说的这个危险因素呢 它包括体重超重 吸烟 男性呢年龄在45岁以上 女性呢在55岁以上 包括呢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小允1.0毫膜每身 这些高危因素 而对于塔丁类药物啊 是种类众多的 阿托法达丁 瑞术法达丁 还有辛法达丁 究竟应该怎么选 剂量如何去决定呢 这方面呢 依然需要遵照医嘱 医生呢会根据每个人的胆固醇的水平 包括药物的不良反应 还有患者的整体状况 还有合并症的情况来决定 切勿跟风 看别人吃什么 就随意买来吃 以免引起不良的后果 好了 我们这期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